今年上半年,以艘排水量上万的轮船驶入我国南海,直奔菲律宾停靠的破船而去。 这是专门用于对付,菲律宾无赖船只派出的托轮,飞方强占中国海峡二十多年,是时候还给我们了。 菲律宾破船是怎么赖上我们国土的?他们为什么还不走? 各位朋友点个关注,让我们一起一谈究竟吧。 时间回到1999年,那一年是我们建国半个世纪的大庆,那年神州一号成功升天,香山澳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,这原本该是多么欣欣向荣的一年。 美国肆意横行惯了,看不顺眼就会直接敲打,因为我国为南斯拉夫发声,美国就公然使用武力轰炸了我国驻南大使馆。 按照国际公约,驻地使馆可是等同于使馆国的领土,轰炸我国驻别国的大使馆, 无异于是直接打我们国家的脸,但在中方讨要说法的时候,美方竟然大言不惭,说是误诈。 在我们国内群情积分的时候,菲律宾趁乱将一艘二战淘汰下来的,秀极斑斑的坦克舰停在了仁爱礁附近,并对外说是搁浅在了那片海域。 他们停船不是在乎这个环郊本身,而是掩馋这个环郊下的矿产资源。 非方原本是一个石油进口国,自从自己能够在南海开采石油之后,摇身一变成了出口国。 石油的开发,让菲律宾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 对于距离自己近切如聚宝盆般的环郊,他们自然不会轻言放弃。 但是,仅凭他一个淡满小国的实力,是没有胆量和中国交板的。 显然,这艘停靠过来的破船背后,不仅有狐假虎卫的飞放,更少不了美国的身影。 这艘搁紧的坦克舰只有4000吨左右,我国要把它撵走是非常简单的事。 但是目前,我们还是在保持克制。 毕竟在非必要的前提下,中国从不愿主动挑起纷争。 谁料中国的仁慈,却让他们开始嚣张了起来。 菲律宾有流美背景,且大部分家产滞留美国的小马克思上台以后,成为美方的代言人之一。 他阴奉扬为,不断挑战中国底线。 他们不肯修好自己的坦克舰赶紧回家,反而还安排士兵在上边饮酒开排队。 事实上,非方觊觎中国的领土已久,多年来连头带抢地拿走了中国八个岛礁。 其中一个叫中叶岛,原本是台军驻守的。 1971年,海上的台风袭来,岛上的驻守军队暂时转移到其他岛屿避难。 等回去的时候,岛屿却已经被非方部队占领。 无论是谁都对领土被侵占愤怒,而当时的蒋介石却因为吃了太多败仗, 不敢主动得罪美国,选择将这个聚宝盆拱手燃给了非方。 非方尝到过甜头,所以对于仁爱骄这块肥肉也先一样化葫芦的战了。 但是,他们面对的不是懦弱的老奖,而是崛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。 他们不肯撒嘴,我们就撬开他的嘴。 今年6月,中国海警一号令正式生效。 重型轮船现身南海,那搜来了24年不走的坦克舰早晚要离开了, 不是自己拖走,就是我们帮他拖走。 非方靠脸皮厚度硬强岛礁的企图注定要破灭。 早年前可以赖着不走的非方,到了现在可不行了。 凭一艘二战淘汰的破船, 菲律宾竟想强占中国仁爱骄,中方,你不拖走我拖。 非方在中国领域搞事已久, 但如今中国的海军早已不在是当年。 在中国强硬态度下,非方会如何做? 单看仁爱骄的地理位置,他距离菲律宾有一百多海里, 虽然非方想要在环郊附近搞事情很方便, 但他离中国更近,距离中国没几郊只有十四海里。 早年间,我国海上力量薄弱,反应速度很慢, 甚至连越南都能来肆意找查。 当时国内公之横行,引导社会各界反对发展海军, 导致我们的海军力量发展,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停止不前的。 著名军事评论家张兆忠曾在某个电视节目上忍不住落泪, 他心疼祖国的海上力量不足, 心疼耗费青春守卫边疆的直战员。 也难过因为海上力量不足, 只能眼睁睁被其他国家抢走的岛礁。 自1949年以来, 我国经历了1985年中苏东海对峙, 1996年的台海问题。 2016年南海仲裁案, 好几次面临擦枪走火的情势。 中国海军经历了漫长的发展, 而今我们的第三艘航母已经下水, 我们也有了足够的实力粉碎他国挑衅, 更有底气在自己的领海抬头挺胸。 1999年飞方船只以船只故障为理由停补的时候, 我们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允许他们暂时停靠, 给他们时间修理船只, 没想到他们厚着脸皮赖着不走了。 飞方为何会幻想凭借一艘破船的停靠, 从而构建他们的基地占据仁爱礁呢? 事实上, 这块地区只是一个较大的环礁, 并没有全满显露于水面上。 中国想要派兵主守, 首先就得把这块暗礁填起来。 早年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个实力, 中国支立了一块牌宣告主权。 也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实际性的派兵, 菲律宾就以为有机会霸占。 殊不知中国如今的海军可不是吃素的, 他们的停靠船不走也得走。 况且, 仁爱礁处于赤道附近, 非常容易接触台风和暴雨, 如今中国已经明令禁止, 不许菲律宾继续派遣补给船, 给停靠的破船补给。 船制经历了岁月的侵蚀, 加上后勤补给跟不上, 发电, 饮食和通信都受到限制, 驻扎人员普遍营养不良, 苦不堪言。 附近的中国渔民对这群人没什么好感, 想要从中国手中购买物资, 也不一定能买到, 就连想要自给自足从海里钓鱼, 可能都得看中国渔民的脸色。 不得不说, 这么耗下去, 就算是中国的船不许把它拖走, 船上的人也熬不了多久。 但是中国对于普通群众的手段, 永远都是仁慈的。 虽然一号令发布之后, 中国增加了这片区域的巡航, 不允许菲方, 非法运输造陆材料到环郊附近。 但是如果只是运送船上人员的生活补给, 海警是不会强加阻拦。 可惜的是, 菲方对于中国的态度, 却远远没有参悟的那么透彻。 就在八月初, 他们还妄图强行突破警戒线, 运输东西给停靠船。 按照菲律宾如今的态度, 没准等不到破船自己灭亡, 中国就得强制给它拖走。 争夺多年的仁爱礁, 其实从来都没有菲律宾的份。 仁爱礁问题终将解决, 中国上万吨轮船入海, 势必驱赶菲律宾停靠船只。 菲律宾争夺仁爱礁良久, 从历史角度看, 离他们更近的这块环礁, 到底是归属于谁的呢? 根据我国记载详尽的史料证明, 中国人在这片海域生活的历史, 已经有上千年之久。 1800年前的史书所记载的《掌海一词》, 说的就是这里。 从明朝开始, 我们就由下南洋的惯例, 由当时的政府派出使团, 带着各种珍稀物品和周边的附属国, 进行交换和交流。 被老蒋拱手让人的吕颂岛, 在明朝的时候, 皇帝就曾经派请代理人担任岛上总督, 并同时管理菲律宾诸岛。 根据清朝的官方地图记载, 《掌海一只属于中国的管辖区域》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只是在二战时期, 由于当时的政府无能, 周边岛屿被列强行占领。 法西斯战败后, 中国收回了一部分岛屿, 在这之后的20多年间, 周边国家并未对这些岛屿提出质疑。 最重要的是, 我国在南海早已经划定领海范围, 也是我们和海上邻国的国界线。 这条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确定的, 但是划线的基础可以追溯到秦朝。 秦朝在中国历史上, 第一次完成了全国范围的大统一, 当时史皇帝在沿海设置了三个郡, 其中, 象郡的辖区就包括了这片海域, 也就是最早的海上边境线。 相关史料也记载了历史上, 中国给这些岛礁标注的名字, 可见我国在这片海域的主权是有扎实的历史基础的。 中国捍卫自己国土完整, 打击想要侵犯我们领土的人也是名正言顺。 面对我国的历史记载, 飞方却提及了联合国的公约规定, 表示海上岛屿的所有者, 在周围200海里以内拥有专属经济权。 如果按照这项规定来看, 岛屿密集的这片海域, 中国不少区域都与南亚国家有交集。 如若真放手, 岂不是中国就直接失去南海岛屿了? 中国自然不可能如此作为, 毕竟如今我国海军实力已然不死从前那样无力。 飞方不顾事实和自己的怜面, 在本月再次派出两艘补给船, 强行进入我国海域。 这件事能看出, 双方的博弈短时间内很难画上句号。 深层次上看, 飞方作为美国的小弟, 一直就仁爱教的归属权对中国进行挑衅。 其本质就是想要让中国被牵连其中, 限制中方发展。 并且菲律宾出手, 也是吃定了中国作为宣扬和平的国家。 在他们没有出示强硬手段下, 我国不会主动出手。 面对美国被地理搞事, 中国自然也不会忍其吞声。 仁爱教的态度, 中国已然给出。 而对于美国的挑衅, 中国反手调和了杀衣矛盾, 解决了美国在中东引起的纷争。 如今, 就看菲律宾能否体会到, 中国对七一在忍让的人子, 如果他们还是执迷不悟, 那中国必将出手, 将其破船赶出我们的领土。